好,大家好,我们继续上课 前面呢,我们讲了这个PPE 它的定义,对吧 然后讲了它的确认,对吧 我之前讲过这个我们准则制定的 大概的一个format,就是定义 完了确认,完了干嘛啦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点 第三点就是merriment计量 我先说说吧 我们在讲这个计量之前 把咱们F3曾经学过的 关于计量的最基本的东西 给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我这个F7的讲义里头 最前面那种东西 我是没有放上来的 所有的实点数 你是资产,你是负债 你是所有者权益 所有的实点数 它在一说计量就涉及到两步 一个叫初始计量 一个叫后续计量 所有的,什么存货 什么什么PPE 什么investment property 所有这些什么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所有的这些都涉及这两步 初始计量里头呢 我们现在说这个第16号准则 第16号准则 PPE这里边的初始计量 又分成两步 一个叫做初始性基础 一个叫后续性基础 叫subsequent expenditure 好吧 又分成这两步 我简单说一下 首先我们先不看这个 什么初始性支出 后续性基础 我们先不看它 咱们先说什么叫初始计量 初始计量 它就是 大家明白这个准则啊 准则的出现是为了什么啊 首先 你不要跟它有抵触情绪 我就告诉大家 准则的出现 我们是先有这类的交易事项 然后才产生了这类的准则 那也就是说 准则的出现 是为了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就是当我们在实物工作当中 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没有这样的规范来 来这样的规则来 来规范我们的这个会计处理的时候 这个制定准则的机构就站出来了 说这个你看啊 我给你们制定一个准则 凡是类似的这种交易呢 你就按我说的这样处理 这准则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第16号准则 在初始计量这部分 想帮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当你在最初在购置 或者建造这个固定资产的时候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啊 花了五个美领 你花了五个美领 比如买了个机器设备啊 花了五百万 然后他想帮你解决的就是 你这个借方可以借记什么的问题 明白吗 你比如说啊 如果我根据第16号准则的 初始计量这部分的规定 我如果跟你说啊 虽然还没有学 但是我先告诉你啊 比如说他跟你说 可以借记PPE 这意味着什么 你看啊 现金是资产负债表科目的 对吗 PPE是资产负债表科目的 那也就是说 我这笔分录一做上来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科目里头的 一个资产减少 就现金这个资产减少 另外一个资产增加 就是PPE这个资产增加 所以资产减少资产增加 首先我的快捷衡等式是平的 对吧 同时呢 也不影响损益呀 我损益里边有没有费用啊 一分钱费用都没有 就是最初买这个固定资产的时候 对吧 就是说 这部分允许你借记PPE 那如果这部分的规定当中 他说你同样是花五个美领 大家注意啊 这跟钱多钱少 半毛钱关系没有啊 就他是由你的性质决定的 我后面会具体讲 比如说人家说 你这钱花出去了 我不允许你借记PPE 那大家想 如果我不允许你借记PPE 你只能借记什么 计入当期损益 我之前说过吧 就借记片条怎么理解都行啊 就增加一笔费用或者充填一笔收入 总之是不是就是 你如果是不能借记PPE 只能借记片条损益表科目的话 就是你当期 咱就把它想象费用吧 就你当期立即就有了就有了一个五个美领的费用 是这意思吧 所以呢 其实这个初始计量里边就是在给你解决 哪些钱花出去了能借记PPE 哪些钱花出去了不能 那就是直接进行 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讲 如果他说能借记PPE的话 啊 那就你做的分路就是待机现金借记PPE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五个美领 这笔钱叫做资本性支出 这全是F30讲的最基本的东西啊 这五个美领叫做资本性支出 反过来 如果准则说你不能借记PPE 你只能进行审议 那我们把这五个美领的支出叫做收益性支出 好吧 而且呢 再说啊 那么如果说准则允许你把它作为一个资本性支出 也就是借记PPE了 那我们还可以这么讲 就是我呢 把这五个美领 就这五个美领的金额 我 就是我把这五个美领给它资本化了 啊 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咱再说一下啊 再再反过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16号准则的这个初始计量 想请求什么问题 你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 哪些支出属于资本性支出 哪些支出属于收益性支出 是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初始计量就是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一个看啊 他说哪些钱啊 能资本化 哪些钱不能资本化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 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初始性支出 后续性支出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之前那个 虽然我们F7里边不怎么去讲那个存货那个准则啊 但是suppose大家应该是有这个知识背景的 存货的初始计量 为什么不存在初始性支出 和后续性支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一般来讲存货的周转性很强 他一般的这个就一年之内 我可能周转好几次 就这个存货 他的你持有存货的期限 一般都不会超过一年 但是这个固定资产它和不一样 大家想这固定资产 而且我拿来用的 对吧 我比如说买了一个机器设备啊 能用五年 你细细想想 你是不是除了刚买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花了五个mili买的这个固定资产之外 你用到第二年 用到第三年 这个设备稍微老旧一点了 你是不是得给他修一修 改一改 然后加一个什么配件上去 给他换一个零件 加个加个附属设备上去 你是不是要做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还要花钱 所以呢 他这个初始性支出 后性支出啊 其实同样是在解决能不能资本化的问题 只不过呢 就是这笔支出有些发生于最初购置或者建造固定资产的时候 这个呢 就叫初始计量里边的初始性支出 有些呢 发生于这个资产使用几年之后 这就叫初始计量里边的后续性支出 我们中文把这个东西叫后续性支出 中文啊 也叫 也叫改良性支出 我们中文也把这个初始计量里边的后续性支出叫做改良性支出 但是我自己呢 实际上不太喜欢这个 所以我当不用 我就直接翻译过来 就后续性支出就完了 来我们这个看看这个初始计量这部分他怎么说啊 这点我没有放进这个讲义里头来 但是 我稍微介绍一下 人家讲这个啊 然后他说这个initial measurement啊 这个初始计量 首先呢 把这个话还来 这叫历史成本原则 呃 大家 你跟我这么记一条原则啊 就是 我们所有的资产 不能说所有啊 什么时候绝对就坏了啊 确实不绝对 就是绝大多数的资产 包括存货 包括PPE 包括投资硬房地产 包括无形资产 就这些东西 它的初始计量 全都是历史成本法 什么叫历史成本法 我之前讲过 咱再说一遍 就是我最初买这个东西 或者建造这个东西 是花了多少钱 那就叫历史成本 明白吗 叫历史成本原则 我们后面讲到这个 金融工具的时候啊 那个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 和这个说法呢 就是会稍有不同 它那个叫初始计量 叫供应价值 但是一般来讲啊 我们通常意义上的 这些所有这些资产 都是初始计量 都是历史成本 所以你看啊 他说 asset should be initially 初始计量啊 recorded at cost cost 历史成本法 就说的就是它 就是它 然后他又说 那这个cost 这个cost的注意啊 在我们这一章里头 就是指那个原值啊 指那个原值 就固定资产的原值 原值 什么叫原值啊 原值就是你一共 能资本化多少金额呀 对吧 你一共能资本化多少金额 就这个时候你可能比如说 买价是五个million 你把它运进来 花了还花了五十万 那一共能资本化的 不就五十五 就五点五个 没令吗 明白吗 就这个数字啊 就它的原值 都包括什么呢 包括 all costs necessary to bring the assets to working condition for its intended use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词啊 这点也不需要大家去背 你简单理解就行 第一个呢 叫做必要性的支出 第二个什么 for intended use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必要性支出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因为啊 这个必要性这个时候 我们在很多准则的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所以我在这呢 大家就算是初次见到吧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必要性支出 你比如说啊 我这个 这样吧 我盖一个warehouse 我这个公司啊 自己盖一个这个仓库 盖了半年 盖半年盖起来了 盖半年盖起来了 然后呢 我说 你看 你听这个 就是我这个盖这个仓库 所用的这些砖石瓦料 这些东西 你说能不能资本化进 我这个仓库的原值 可以 为什么呀 你就这么想 就是它属于必要性支出 什么意思呢 就你就反过来想 你就想这些砖石瓦料 这些钱 我如果不盖这个warehouse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花 是 对吧 所以这就叫必要性支出 明白吗 这叫不可避免的这些支出 你再反过来想 我能不能这样子 就是 我能不能这样啊 我这仓库盖了半年 然后我觉得啊 这半年 我这个 这个会计部门的人员 你们真辛苦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那个要负责给这个 那种盖仓库 有很多供应商嘛 对吧 这些砖石瓦料 有供应商 你要负责给供应商 这个付款啊 什么的 你们辛苦了啊 所以咱这样 我能不能把这个财务人员的 半年的这个工资啊 给他拿个百分比出来 比如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 拿出来之后 给他资本化进固定资产的原值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不属于必要性的 你怎么想呢 你就想说 我如果不盖这个warehouse的话 我如果不盖这个warehouse的话 财务人员那个工资 他是不是会少拿钱呢 他说会因此会少拿一些工资呢 不会啊 他该拿多少工资 拿多少工资啊 所以就是说 他的那个工资 或者他的那个人 就人员的那个支出 跟我们盖这个厂房 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不属于一个必要性支出 那他就不能资本化 进入这个固定资产的原值 懂这意思了吗 解释完了啊 再来 什么叫for intended use 这句话翻译过来 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说你那个资本化的这个原值啊 应该包含所有使你这个资产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必要性支出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 就你能资本化的那个金额 是使你这个资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 所有的必要性支出 能资本化 什么叫预计可使用状态呢 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准则啊 你看你讲历后面 我给你列了好几个点啊 这这边这三个点 对吧 后面还有一堆点 这个呢 这东西是我们准则里头明确列示出来 说这些东西啊 一个两个上四个 这些你能资本化啊 后面有一个两个上四个 多少多少个 这是你不能资本化 这是准则给大家列出来的 我们在带着大家一个一个过这个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 他那个intended use的意思是啥啊 是这个 你看啊 就是你在过这些东西之前 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原则 他所谓的for intended use 就是卡一刀切 这么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的叫什么呢 叫两个字叫能用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所有的那些 在我这个资产能用 达到能用的那个状态 之前的那些必要性支出 你比如说都有什么 你给设备得买进来吧 都有采购价格吧 你如果进口的要交关税吧 关税是不能退的 这企业的负担要资本化 对吧 然后呢 你要有运费吧 然后呢 你要有什么 装卸费啊 对吧 然后你要有什么 这个测试的费用啊 你还要顾一些什么专业人员啊 这等等等等这些 他能用之前的这些 你都能资本化 啊 基本上啊 基本上啊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 会有 你会不会讲一个例外啊 就是大概这么理解 明白吗 所以他那句话的意思 底下呢 我就要带着大家一个一个过了啊 就是 这是我们谨责明确规定的 这些我拿三传统讲的 大家给我还有点意思 第一个啊 先说能资本化的 哎 等会啊 咱们说 我现在讲的是哪啊 我现在开始一个一个过的是哪部分啊 是初始伎俩里边的初始型支出 我说明白了吗啊 我现在还没讲那个了啊 我现在讲的是初始伎俩里边的初始型支出 懂吧 哪些能资本化啊 一个一个过 第一个啊 这还用问吗 你花多少钱买的 没问题吧 第二个 less 就是不包含 不包含什么 就是能资本化的金额里面 不包含什么呢 商业折扣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个东西啊 我就不再讲了啊 这东西你如果要是 老师说 你说老师我不知道 你受累去看看那个 我们F3 那个奖的应该是在第 就反正就前面那几张 每个老师不一样 我的奖的应该是第六张 反正就前面那几张 真一简单的东西 商业折扣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商业实质的这个东西 简单说一下吧 商业折扣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去商店买衣服 商店买衣服 你拿起来那个 那个价钱 我们女生来逛街 拿起来价钱一看 这个价钱上标的 这衣服五千块钱 这衣服五千 这叫标价 这叫标价 然后呢 你看我们买东西都会这样 你先看价钱 然后你把那个收货员 喊过来了 是吧 小姐你过来 我问你 那个你这衣服打不打折 那收货员说打折呀 你就问说 你会问说 打折以后多少钱 收货员跟你说 打折以后 打折以后卖五百 好了 什么叫商业折扣 从五千到五百 这四千五 这四千五 就叫商业折扣 所以商业折扣有什么特点呢 你发现说 当那个收货员告诉你说 我这东西卖五百块钱的时候 我请问你 你还会不会再考虑这四千五 你完全不会考虑了 是不是 你现在考虑就是说 哎呀 你看我现在要花五百块钱 买这个衣服值不值呢 你现在想的是这个问题 懂吧 所以就说商业折扣的意思 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买卖双方在确定这笔交易之前 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折扣了 所以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东西 你值不值这个钱 要不要买它的时候 谁都不会再考虑这个商业折扣 所以商业折扣会计上是不记录的 我们只做这个金额 我们只做五百 这四千五我们是不记录的 没有他 还不包括什么呢 还不包括Source Tax Source Tax也是F3讲过的 这个Source Tax在ACC大纲里 它名字它叫这个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Value Added Tax 是增值税 增值税呢 一般企业买设备 一般来说增值税是可折扣的 一般来说是可折扣的 可折扣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你的进项税 它是企业的一个资产 就是你比如说 我这个设备 比如说我这设备 花了一万一千七百 我一共得给人这么多钱 但是呢 人家给你的是一个 这个增值税的这个专票 那就是说 我这时候能资本化的金额 就这一万 就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对这一万去进行资本化 然后另外那一千七 另外那一千七 是一个 是一个进项税 就是你拿这个 这个这个税票之后 那个税局 它会抵扣给你 税局会把这一千七还给你 所以借记的是一个资产 叫做input tax 你这分路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说能资本化的金额呢 就只有这一万 你可能意思就是不含这个 这个这个增值税 当然是可抵扣的 不可抵扣就坏了 不可抵扣 你就不能说这进项税了 就税局不会还给你 那你能资本化的金额 那就是这一万一千七了 还包括什么 还能能资本化的金额 还有什么 进口关税 进口关税是企业要承担的税负 这个没人退给你 所以这个你花钱 就是我交了两万块钱的关税 那你借方要资本化 进固定资产的原值 然后呢 下面叫initial estimate of the unavoidable cost of the dismantling 拆 removeing 挪走 或者移走 挪字写费劲 我懒我写移走 然后再往下 restoring the site 我们就要把这个什么 场地 或者这个土地 给它恢复原状 或者叫恢复原貌 都可以 然后呢 你们在有的题目当中呢 就这些东西 拆呀挪呀 恢复原状 也叫气质成本 抛气的气 安住的质 也叫气质成本 我说说啊 就这块是什么意思 大家在你们那个 就刚才 就刚才这儿啊 你先写一句话 写个什么呢 这个第三块啊 它是两个准则 相结合的一个知识点 是IAS16 遇到IAS37 就我们第16号准则 PPE这个准则 结合37号准则 叫预计负债 及货有事项 这个准则 相交叉的这么一个点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 第16号准则的 讲解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到第37号准则 讲这个准则的时候 预计负债这个准则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 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 说不了这么起 你还没讲这个准则呢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找 这是T0 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时间点 这是T10 假如说我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假如说我找这个 我从国家那儿买了一个 买了一座矿山 一个Mine 我开采这个矿山 从国家那儿买的啊 然后开采7010年 开采7010年 假设我花多少钱 买的这个矿山呢 比如说啊 我花9个Mine 那没问题啊 你再进行金9个Mine 这个没问题啊 那首先说矿山 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那这是我的一个 其实要是一个矿山的 开采权的话 按理说应该是无形资产 那我们先不管它了 假设假设就是我们的PPE啊 反正就是资本化 你无形资产也是资本化 一样的呀 9个Mine 就没问题啊 好了 可是呢 你如果去仔细的去review 这份合同的话 你会发现说合同 有这么一个条款 说 有有呀 你开采这个矿山 会破坏这个 就这一块地方的这个植被啊 这个 这个 因为你要表层 要要打洞啊 什么就不太懂啊 反正你要破坏这个植被 所以呢 这个会对当地啊 什么造成什么污染 所以国家就说了 说你看啊 我这个开采权可以卖给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要承诺给国家 说十年以后 也就是当开采期结束之后 你要给我做清理 也就是说 你呀不能派屁股走人 懂不懂 你要把你那个 安装的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挖煤的 那个什么设备 你给我挪走 叫什么 拆了啊 挪走 dismontalling removing 对吧 你呢 要把你破坏的这个植被 给我恢复原状 恢复原貌 你得把这地儿 给我弄利索了 你再走 是吧 这个合情合理吧 所以你看 这个公司啊 就是AJ公司买的 AJ公司他就估计了 他说你看 我现在估计 十年以后 我如果做这个 dismontalling removing restoring the side 我估计啊 我会花 两个million 我会花两个million 做这件事情 好了 你看 我首先问大家 你说 这两个million 是不是 我得到这个 矿山这个资产 就是他达到 预计可行状态的 一个必要性支出 你说是不是 是 为什么说是 因为你如果不承诺 给国家 你未来会 花这笔钱的话 人家会把这个资产 卖给你吗 这个合同会跟你签吗 不会的 是吧 除非你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吧 一般来讲 是不会的 懂吧 你必须要承诺这件事情 你才能拿到这个资产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使资产 达到预计可省状态的 必要性支出 可是问题就是 现在在T0这个时间点 我花钱了没有 没有 我没有花钱 我没有花钱 所以你看啊 这问题就来了啊 首先 首先 根据第16号准则的规定 根据第16号准则的规定 这五个 这两个million 它确实属于一个 使资产达到 预计可使用状态的 必要性支出 所以这个东西 也要资本化在T0 这个东西也要资本化在P0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PPE 这个资本化的金额 应该是9个million 加上谁呢 你注意啊 不能直接加两个million 为什么呀 你前面讲过货币的时间价值 T10这个 就是你10年以后的200万 我想问你等于今天的多少钱呢 那比如说 我给你个折线率八个点 你就会把两个million 折线到今天啊 所以你限制 折线在T0资本化 就是两个million 对吧 是我没算啊 我这急性编的题啊 就是他两个million 按八个点 折线折线十年 折线到T0 然后给他资本化 在当期啊 给他资本化在当期 好了 这问题又来了 大家看 这分走数不平了 对吧 这是 这是 比如说折线之后 我不知道应该是0点 应该不到一个million吧 或者一个million左右啊 我们假设折线完是一个million 你这上面借方是10了 对吧 你这底下代计现金9 你这分路不平啊 所以你看我代方差一个数 差哪个数 是不是差这个数 是不是差这个数 两个million 我问大家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科目可以先不讲 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就是这个科目 现在差点这个科目 应该是个什么性质的科目 你能不能想一想 你看这什么事啊 就是我承诺给国家 这两个million啊 我今天没花 但是我10年以后 一定会花这个钱 想想啊 我承诺了 我今儿不花 我以后一定会花这个钱 那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个负债啊 对吗 你看你代计负债 是不是要确认一笔负债 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我欠国家钱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就我欠你钱了 我10年以后还给你 你可以这么想啊 所以这个负债叫什么呢 你看啊 这两个million 这两个million 有没有可能是2.1个million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1.98个million 也有可能 就是他这个金额 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就回忆一下 MF3讲的 你学挂三童你当负债啊 就是当这个经济利益的流出 是很可能 但是有一些时间上的 或者金额上的 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这个负债叫什么来着 这不叫预计负债啊 对吗 所以代方代计一个pervision 确认一笔预计负债 这就是这笔分路 啊 就是这笔分路 来我们说一下 总结一下 这个东西呢 首先根据第16号准则的规定 要折现后 资本化在T0这些方面 另外 根据第37号准则的规定 要寄提一笔预计负债 好吧 然后这里啊 后面这还有戏呢啊 这出戏还没唱完呢啊 我们后面 因为这这个 这笔分路是坐在T0的啊 这笔分路是坐在T0的 那你后面 随着日子往后过 我们后面还有戏要唱 那我们那出戏就留到IS31 咱再去唱那出戏了啊 再来啊 等一下啊 他说below 如下啊 directly distributable cost 你叫可直接归属的成本 可直接归属的成本 那意思就是说 底下这几个也可以资本化 懂了 那第一个啊 好关键词就行啊 把这个画下来 把这个画下来 考试时见到认的就行 这叫场地平整 或者叫场地准备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买固定资产进来 这个设备这个东西啊 不如大家想着 啊 老师我买个 买个十台设备进来 哎 随便找到这专点就能用 不是 这个设备进来之前啊 我们这个要给他做场地准备 场地平整 什么意思呢 就你比如说 有些大型的设备 进来之前 我要给他打厂子 把这块地儿给他整理出来 然后呢 水 电 气 就各种管路连接 给他做好 然后这个设备拿来装上 他才能用 懂不懂 那这个工作是要钱的吗 是要钱的 所以他也是使资产达到 运气和什么状态的 第二个 基本话 然后第二个 运费 装卸费 用我解释了吧 运费装卸费 基本话啊 然后再往下 安装装 安装组装 他进来机器是散件嘛 就可以这本话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大家把这个 testing画上就完了 就是测试费 就是测试费 但是这里面呢 后面有一坨画 这一坨画 我们不用去读头 你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啊 就是他说这个测试费啊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啊 呃 我测试啊 这个机器设备 运转之后良好 我测试当中呢 我花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测试它啊 花了一万 但是大家想啊 你说你怎么测试 比如我这个设备是生产什么 某一项产品的啊 你怎么测试啊 你是不是得生产出来一些样品 你看看这个样品好不好 能不能达到我的这个质量要求 是不是得这样测试 对吧 否则你测上 对 那你想 我生产出来这个样品 你既然都生产出来了 你是不是生产出来 就干脆扔垃圾桶不要了 不会 我们这个样品呢 有的时候是可以对外销售的啊 可以对外销售的 那如果你生产出这个样品 对外销售 比如说啊 因为它是样品嘛 可能这个呃 这个这个不是那么的达标 不是那么的过关啊 但是简单 我便宜处理能卖 比如说卖了多少钱呢 啊卖了两千块钱 啊 处理卖两三块钱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资本化的金额 是这两个的差 懂不懂 你看 你这个就是代计现金吗 代计现金吗 对吧 你这个就收钱 你不是借计现金吗 懂不懂 自己写好那分路 所以你你你你倒找出来 你那个资本化那个金额 是不是就八千 对吧 这两个差 这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考 就万一考 你知道他是要减掉 他处理那个sample的那个 那个收入啊 然后再往下 professional fee啊 就是你比如说 我这个设备调试 安装调试 我要专门为这个安装调试 雇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 他不干别的 他就给我安装调试 这个设备 这个要资本化 好了 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个我们考试的时候 经常在这儿挖坑 大家要注意 他叫star cost arising 他这个词换下来 这个词特别重要 叫directly from the construction or acquisition of the assets 实际上呢 这个这种题 如果考的话 跟acquisition很少有关系 一般都是construction 举个例子啊 刚才我说过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 自建 warehouse 就是自建仓库 就construct嘛 这个资产 自建仓库 我自建仓库呢 这个人员的成本 工资啊 就是人员的工资 哪些人的工资 能资本化 你一定要小心啊 一定是直接在那个工地 现场那儿 抹灰 码砖 就是直接参与建造的 那些工人的工资 可以资本化 哪些人不能呢 就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你那个管理人员啊 什么采购啊 什么it啊 什么人事啊 什么财务啊 就这些支援部门 他的那个工资 他没有直接参与建造 那个是不能资本化的 好吧 这个directly 这个词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你看他考虑怎么跟你说 好 再来啊 再来底下这些呢 他就说 这些啊 就不能资本化 我们一个一个过 看哪些不能资本化 第一个 把这个关键词划下来 incidental 然后呢 你上面写一个 他的同义词 叫abnormal 叫非正常损失 意外的 非正常的损失 不能资本化 举个例子 还是盖那个warehouse 你比如说啊 我这个工人啊 好 我知道了啊 工人的工资 资金 要资本化 没问题 突然有这么一天 比如说我盖一个这个三层的一个warehouse啊 我搭了个脚手架 工人站在上面啊 你这脚手架没搭好 没搭结实 这工人从那个三层上 啪到地上 把腿摔缩了 然后我这公司呢 赔了他20万块钱 你说这20万块钱 能不能资本化 不能资本化 这属于非正常的意外的损失 那属于你管理不上 明白吧 所以你要那个要代击现金 然后借记管理费用 是吧 然后再往下啊 general overhead 这是你们管理会计里头的词 我们这里头大家就想 就是我们那些毛利底下的那些 比如配销费用啊 管理费用啊 就这些东西就不能资本化 这个不多说了啊 然后再往下把这个 大家把这个startup 和这个pay production 画下来 我们叫初始 我们可以翻译成 初始经营 或者初始运转的一些费用 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东西说起来 其实就挺复杂的了 它呢就相当于咱们国家 那个准则里面 那个叫开办费那个东西 就是啊 我正式运转这个企业 或者正式运转 比如这整条生产线 之前我可能会有一些 就叫开办费吗 就是正式运转之前的一些支出 这种支出 我们准则规定 包括咱们国家准则也是规定 这个不能资本化的啊 这个就发生的时候 直接进当期损益 所以呢 这个startup 或者叫preproduction 大家你愿意翻译 可以给它翻译成什么 筹建期的成本 或者叫什么 初始经营的那个成本 都可以啊 然后底下这个啊 叫initial operating loss 这个呢 看起来跟上面这个挺像的 但是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它叫初始经营损失 我讲讲这个啊 它这准则在这什么意思啊 初始经营损失啊 是指什么 你比如说我这个企业啊 今年大批量的 构进新的机器设备 大家这个可能 common sense 大家应该能理解 这个新的设备啊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你们家买那个新的车 那个新的车 你买来之后 是不是就是我们讲 就是要跑一顿 要把这个车要拉出来 就是呃 比如跑跑高速啊 什么的 要让它逐渐适应 你这个驾驶的这个手法啊 适应你这个路况啊 什么的 就它才能运转良好 机器设备也是啊 我们这个大批量构进了很多的新的机器设备 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人家那个卖设备的跟你说 我的设备好啊 我的设备啊 一个小时能生产一万个units 这是最佳的工作效率 可是呢 你刚买进来的时候 一般来讲这个机器到不了 就一上来就一小时一万个units 到不了 它得一点点来 比如说刚开始用一小时五千个 一小时六千个 一小时六千五百个 它得一点一点的达到它最佳的这种效能 所以大家想你们管理会计时候学过这个道理 就是如果说单位时间内 我的产出小 单位是就时间一定产量小 那么核算到每一个产品上的那个成本 是不是就会变大 成本就会增加 所以你接着想你成本增加 如果你定价权在不是 一般企业都没有很强的定价权 就是我价格是一定的 但是你成本如果变大了的话 你是不是很可能啊 接受大批量购置固定资产的第一年 会有这种叫你的净损失 你损益表上可能会有一个净损失 所以他说这个损失你不用自本化 理解就行了啊 然后再往下 大家把这个画下来 这个经常考 training 这个经常考 你就记住一个原则 考试 不光是考试当中啊 实务当中也一样啊 就是 只要是培训性的支出 培训费 他哪怕说的再添花乱坠 都不能自本化 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们F7曾经考过一道题 他说 这个我们啊 这公司花了50万培训 然后呢 培训效果特别好 为什么呢 说这个培训完之后啊 大幅度的增加工作效率 提高工作效率 然后大幅度降低成本 就你看啊 能带来经济力的流入了啊 然后呢 这个培训师啊 负责培训的这个 这个这个机构也说了 说我这个培训效果好啊 我这个培训啊 能在未来三年之内 发挥作用 有点类似于 这个 我们HSA的这个 宣导者跟大家说 考HSA好啊 考完之后 你都能当什么CEO CFO之类的啊 不说那个 他说那个 我这个培训完之后啊 三年之内 都能给你带来 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呢 他说这个 我们当会计的这个人啊 就觉得说 你看也不错啊 我把他就资本化了 你注意不对啊 准则不允许 把training资本化 准则是这么说的 他说 为什么不允许啊 他说因为你training的是人 所以呢 我们认为对人啊 这个会计主体对人 是没有控制的啊 你不能说 我控制这个人啊 那你就 这个 这不行了啊 违反这个 最基本的这种道德了啊 在控制这个人是不行的 他说 所以他说没有控制啊 所以他没有控制 这个 这个大家记一下啊 所有training都不能资本化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这个我要举例子讲 他叫Mentendance Contract 我们叫维养合同 就维修的维 养护的养 维养合同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啊 我这个提案啊 在2010年的 1月1号的时候啊 我买了个设备 所以说买了个plunk 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1.1个million 但是呢 我跟你说啊 我说这1.1个million 其中 有10万块钱 花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4年的 维养合同 叫那个 maintainment contract 这10万块钱 是一个4年的 维养合同 给大家解决解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们企业里边 买这个 大型的机器设备 很多都是这样 就是他这个设备啊 本身其实就买1million 但是呢 由于他这个设备 比如说太高精尖啊 这个 这个会维修 会调试他的人 太少了 所以呢 一般我们企业在跟这个供应商 买这个设备的时候 就跟他说 对你看能不能这样 我呢 再多给你10万 一共就给你1.1个million 我多给你这10万 这10万去干嘛的呢 你要负责给我提供4年的维养 就是在未来4年当中 我这个设备如果什么 这个坏了啊 或者哪有毛病了 你得来给我修 给我调 给我换什么的 就你得负责给我干这事啊 要不然自己弄不了 所以你看 就这么一件事 首先说啊 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代际现金1.1个million 好像听着啊 根据第16号准则的规定 能资本化的金额 能够资本化的金额 只有这一个million 能资本化的金额 只有这一个million 那另外的这0.1个million 我当时在讲F3的时候啊 我跟大家说 我是这么讲的 我说啊 这界方 你先给我打个问号 你先给我打个问号 我说咱F3先不讲 我就到F7讲 现在到F7了 我就要讲了啊 这个界方阶级什么 大家先想 这是件什么事情 这0.1是什么事情 0.1是不是就是说 你看我这份录 是做在什么时候的啊 是做在这个时间点 对吧 10.1月1号做的 这是什么事呢 是说我站在10年的1月1号 这个时间点 听着啊 预先支付了 未来四年的一个保养 一个维养 一个维修的费用 我再回遍这句话 我是站在10年的1月1号 这个时间点 预先把未来四年的 维修维养的费用 支付给你了 所以这个我们F3 讲过这个东西 但没结合这儿讲 F3有一章 专门讲的叫什么 叫预提代摊 所以这个借方要确认一个资产 这个资产的名字 叫带摊费用 而且 这一摊摊几年 这一摊摊四年 你明白这道理吗 这一摊摊四年 所以这个带摊 我们中文里边叫长期带摊 这个在中文里面的长期带摊费用 这个科目是一个资产类科目 这科目啊 是一个资产类科目 它什么意思呢 你说一遍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呀 站在一零年一月一号这个时间点 你看啊 由于 由于 我把这 我把这 我把这十万块钱 现在先付给你了 我义务完成了 我钱交付给你了 但是我该收到的这个保养的服务 收到了没有呢 没有收到 所以他这个prepement 你就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个站在一零年一月一号这个时间点 由于我交付现金了 所产生的一个找你 要求给我提供这四年维养服务的一个权利 好吗 这是一个资产类科目 并且这个资产类科目 要在 就这个东西 要在未来四年里头 要逐渐的 realize to p and l 要把它逐渐的实现进行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接着往下走啊 比如说 现在到了2010年的12月31号 我先问你 你从10年的1月1号到10年的12月31号 人家给你提供完这一年的服务了没有 提供完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这个费用就怎么样 就发生了 明白吗 本来呢 我10年的1月1号的时候啊 有这么多的权利 有10万块钱 这么多的权利 但是由于人家给你已经提供完 什么叫四分之一 已经提供完四分之一的服务了 你是不是就要把这个人家权利就消亡了吗 对吧 所以我叫代计这个资产 减少这个资产 对吧 减少多少呢 是不是就这10万除以4 我这是到米里啊 我这我这就就就写整数吧 这10万除以4 2万5对吧 对吧 这个资产就减少2万5 确认好资产负债表科目的接贷之后呢 我们就倒着损 你实际上就是借记 限量就是增加一笔当期的费用 就这笔费用我就发生了 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把这个prepay实现出来一个四分之一 以后每年实现出来一个四分之一 每年这么做 好吧 这个分路到这就讲完了 快计处理方法讲完了 但是我还想多讲一个问题 就考试试啊 因为这种题有可能在 那20分编制读体报表的题目当中 有可能出现 如果出现 你要知道这个表怎么编 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科目 我先问大家 这个prepayment这个科目 在2010年的12月31号 它的余额是多少 它的余额是多少 你看 你如果用R3那个方法 你要画梯杖 画一个简单的梯杖啊 就prepay这个科目啊 你提出的时候是借起它 10万对吧 然后这呢 你用代计掉了25,000 你在这给我结这个余额 现在是不是借方余额75,000 对吧 现在是借方余额75,000 所以我在10年12月31号 编制这张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我问你 你是把这75,000给我放在 南Karen Asset底下呢 还是放到Karen Asset底下呢 有些可能会想说 老师 你那个75,000是在未来三年内 才实现出来的 所以我要把它放到 南Karen Asset里头 我首先跟你讲 你如果把这75,000 都放进南Karen Asset里头了 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你可能会丢这么 0.5分 无所谓 其实无所谓 你可能会丢0.5分 就是你如果想演绎的很完美 演绎的很完美 就拿到全部分数 你要这么做 你看着 南Karen Asset里头 有一个Preponent Karen Asset里头 也有一个Preponent 然后呢 这个数字都是多少呢 Karen Asset里头 要列是一个25,000 然后南Karen Asset里头 要列是一个5万 是为什么 你们想 是为什么 是不是挺简单 这个道理 因为啊 我站在10年的12月30 要往后看 还有一个25,000 是不是在未来一年之内 就要实现出来 对吗 所以就把它放到Preponent Asset里头 然后另外的那5万 就超过未来一年之后 才要实现出来 我们就把它放到 Non-Karen Asset里头 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你编表的时候呢 如果啊 你觉得说老师 我考试的时候 头脑还算清醒 还能把它分开 你就尽量把它分开 这分你就得全了 好吧 你说老师 我不知道 我就早已经尊了 我能把这5 我能把这75,000 我能知道 我就这个了 那你就这样 你就干脆就把它放在这 你可能会丢点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讲到这 你看啊 这个初始计量里边的 这些东西 我比较细 一个一个都给大家讲了 好吧 初始计量这部分呢 我再讲一讲 给大家在这块 加进来两个 所谓的special issue 这是两种 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大家看一下 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也非常好理解 这两种情况 我放在这了 第一个 他说叫separate item 或者叫major component 这种 我之所以多给大家 放个词在这呢 就是大家考试的时候 如果见到他这个说法 你能知道说 哦 你看就我讲 你听课的时候 我见过这个说法 就可以 他说 cost of day to day servicing of PPE 这个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日常的 日常的这种 维修维养 我们叫R&M 就repair and maintenance 维修维养 这不用解释吧 就比如说我这个机器 日常告点油 是吧 日常得给它拧紧 拧紧这个螺丝 什么 这个日常的维修维养 这些包括什么呢 including cost of labor 就这些 因为比如说有些技术工人 他负责做这个日常的维养 他们的工夫 然后呢 这些conservable消耗品 消耗品 举个例子 就是说 生产制造型 很多这种消耗品 比如说我生产什么零件的 他有的时候 这个流水线上 这个生产的流水线上 可能会有那种 就是那种 像什么 棉纱呀 还是什么的 他比如说 这个操作工人 在这儿 在加工这个零件 过程当中 他可能手头会 预备这种 这种棉质的这种东西 再擦一下 然后就扔掉了 擦一下可能就扔掉了 很多这种情况啊 各种不同的这种消耗品 就这种东西呢 首先它并不是 我这个产成品当中的 这个形成这个产成品的 原材料的一部分 也就是它首先 不能进入到存货的价值 然后可是呢 这些东西 它是生产过程当中 随时消耗掉的 那我们也不能把它资本化 也不能把它资本化 然后还有什么呢 叫small small and spare parts 我们叫备品备降 你比如说像那种 小的螺丝钉啊 什么的 我们企业可能会买一批 随随随在那儿备着 然后什么时候用呢 就给它换上去 就这些东西啊 这都属于day-to-day的 叫servicing啊 包括人工 包括消耗品 包括这些备品备降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the profit and the loss as incurred 就是发生时进寻意 不能资本化 发生时进寻意 发生时进寻意 不能资本化 明白吧 就是这个啊 你再往后看 但是呢 它说你看啊 有一些特殊情况 它怎么说啊 它说 但是啊 part of some item of PPE may require 这个叫 replacement 它们要求啊 有一些 就是一些替换 而且呢 是at regular interval 啥意思呢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它这后面 举的是一个 我们考试当中 非常常见的例子 就是 它说的是一个飞行器 叫aircraft 就是飞机 它那个飞机里面 大家想 你如果看 比如说我这航空公司啊 这是我的PPE里边 好多架飞机 二十架飞机 都我的PPE 你说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想 它这个PPE能不能就是 比如这个这架飞机啊 就一个资产 资本化在我的账面上 然后开始折旧 开始干嘛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你想 这个飞机的外壳 虽然我不太懂啊 是不是就这飞机的外壳 可能比如说 我能用25年 然后呢 这个飞机的引擎 里面那个引擎 你看就属于这种 说我可能要五年换一次 就每五年换一次 飞机内部的那个引擎 对吧 有可能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呢 这个飞机的内部的 这些装修装修装饰 你比如说这个地毯 那些小桌椅 后面那个小厨房 这些东西 我可能比如说八年 我就要更换一次新的 这么也有可能 所以像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想 我在资本化的时候 由于它的使用年限不一样 它内部的有一些东西呢 需要这个定期的更换 所以我在资本化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飞机的外壳 资本化为一个固定资产 对吧 然后按照比如说 按照25年去折旧它 然后飞机的那个引擎 你不五年换一次吗 所以我们就 这个东西啊 就单独资本化在上面上 然后按五年去折旧 对吧 然后那些小桌椅啊 低毯啊 小厨房什么那些东西 好 我在资本化在上面上 一个新的固定资产 然后按照八年去折旧 明白吗 所以它说的就是 你看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体 但是它内部呢 有一些可以分割的部分 需要定期去更换 那么你就给它 给它单独的资本化 为一个固定资产 再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他这没说 我们考试这些比较常见 啊 15当中也很常见 比如说那个锅炉 那个锅炉 你看起来好像 那个锅炉是一个固定资产 但你看企业的账面上 那个锅炉 它极有可能是资本化 为两个固定资产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锅炉的外壳啊 你比如说 那个锅炉的外壳能用十年 但是它那个里边有一些构造 它叫什么排线呢 还是什么的 它里边那个构造 里边的那些东西 它可能比如说 三年就要换一次 每三年就要换一次 所以它会把那个外壳 那部分的价值 单独资本化为一个固定资产 就是它里边那些东西呢 就是需要在一定的期限 那些定期更换 定期更换 好吧 别例子大家看一下就完了 就我说的那 大家能听懂就完了 它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这个Aircraft 所以你看它说 凡人类似这种东西 an entity to recognize such cost of replacing parts 就是这些定期替换的 这个parts i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n item of PPE and depreciation should be made over their own useful life 它主要让你 分开资本化的 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 这些东西需要定期更换 跟那个主体的 什么原因 可能是一样的 好吧 好 再往后啊 再往后呢 是我们这个 special issue里边的 第二个 我放在这儿了 这个东西叫overhaul 也叫major repair 注意啊 这个东西跟前面 我们说的那个repair and maintenance 不一样 前面那个repair maintenance 指的是日常的 day to day的 这些维修维养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我们 你去看很多 大型的生产制造型企业里边 都有 他们都会做这件事情 叫大修 大修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 这个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我是一个生产制造型企业 然后我这个规模也很大 凡是像这种企业 他企业的政策里面会有规定 比如说我这些啊 每三年做一次大修 啊 有的企业甚至他可能两年做一次大修 我每三年做一次大修 然后这个大修的 这个做大修的时候啊 就是基本上啊 这个所有的员工 就是放假回家 不相关的员工啊 放假回家 然后他可能两天 比如做大修 这两天啊 就整个停产停掉 然后只留一些这个 我们叫这个厂务人员 或者什么叫 这个以前我们老的国企 人家保全啊 这样什么的 或者专业的技术人员 就他们在里 只有他们来 他们干嘛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厂房设施 所有的这些东西 整个做一次大的修 这个东西呢 耗时长两天 而且要停工 所以呢 而且这个成本也非常的大 就是他可能要花很多的钱 比如他说 我三年做一次大修 每次大修呢 要花两个million 好了 准则说 准则准则在这开了个口 他说像 如果是这种大修 如果这种大修 我允许你资本化 注意啊 这个跟day to day的 那个repair maintenance不一样啊 必须得是大修啊 我允许你资本化 但是你在旁边做一个笔记 这个知识点 又是一个 我们第16号准则 和第37号准则 相结合的一个点 我写一句话 大家笔记抄上 这叫什么呢 叫 叫不允许提前 计题 预计负贷 这件事情啊 不允许提前 计题预计负贷 但是怎么样呢 只能干嘛 只能于发生时 干嘛呢 资本化 好了啊 你看先说前半句 前半句不允许提前 计题 是根据第37号准则的规定 简单说一下 我们37号准则 预计负债的计题 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 要有一个由过去的交易事项 导致的一个现实的义务 第二个 经济利益要很可能流出 第三个 这个金额可以可靠估计 三条同时具备 才能计题这个预计负债 但是大家想一想 大修 我这企业啊 我规定一个政策 说我每三年做一次大修 我请问你 这个企业 在 比如 现在现在比如说是17年的 比如说18年的1月1号啊 我说我三年做一次大修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站在18年的1月1号 这个时间点 这个企业有没有承担一个 现实的义务 也就是说 他三年以后 必须要做这个大修 有没有 没有 你想是因为什么 我没有一个过去的交易事项 我干嘛了 我必须做这个大修 不是吧 只是你写的一个政策而已 换言之就是 我这么问你 我三年以后能不能不做这个大修 当然可以 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避免掉不做这个大修 明白吗 你比如说 我这企业 比如这个厂房 我做大修 是吧 我这厂房 我以后不用了 行吗 我把它 我半年比如两年半的时候 把它处置掉了 行吗 当然可以了 对吧 我整个企业做大修 那我比如说 我这个两年半的时候 解不干了 行吗 我破产清算了 我不干了 可不可以 那我就不做大修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认为第37号准则下 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没有一个现实的义务 所以你不能对什么 三年以后 说你即将要做的那个大修 去具体力气 这个不允许 这个不允许 但是话锋一转 根据第16号准则的规定 我们免许你在实际发生的时候 给它资本化 也就是说 比如到了三年以后了 18年 19年 2020年 你说我2020年的时候 真的就做这个大修了 好 可以 你比如说 花多少钱 你说你花多少钱 你就是花了1.9个million 这不估计的 是吧 然后呢 好 准则允许你这个时候 可以把它资本化 可以吧 可以把它资本化 而且呢 你这个大修 你不是说三年做一次吗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那这1.9个million呢 就除以三 就每年折旧去了 按三年的书名 下来算 就每年折旧去了 就完了 好吗 我们读一下 他说 where an asset requires regular overhaul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operate the cost of the overhaul is treated as additional component 这是一个单独的 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component and depreciate it over the period to the next overhaul 就是你不是说三年做一次吗 就按三年去得住就可以了 我这句话记下了 不允许提前提提 发生时资本化 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哪个点了 开始进入到 第16号准则 初始计量里边的后续性支出 你就是这个资产 三年以后又花钱了 五年以后又花钱了 那这个钱能不能资本化 这个钱能不能资本化 我们在这儿 先画一个关键词出来 这个词 叫incremental 翻译中文叫做增量的 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叫额外的 增量的额外的 我们读一读啊 他说 there are subsequent costs that merely maintai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riginally expected are considered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and are recognized as an expense as they incur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你举个例子啊 举个大家最好理解的例子 比如说 我有一个固定资产 我有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我的手名线一共是 比如说一共五年 然后用到第三年的时候啊 就当初人家承诺给我 他的最佳的使用状态 应该是一小时 一万个units 然后结果呢 用到比如说第四年吧 用到第四年 这个设备老化了嘛 就接近他的这个 使用错误中了了嘛 设备老化了 他的使用效率下降了 现在是一小时 比如说八千个units 好了 那然后 我就怎么办呢 比如我花了十万块钱 你看 四年以后啊 我花了十万块钱 一百个千 对吧 然后我干嘛了呢 我买了一个 比如说小的一个配件 然后给他安装下来 安装以后 我一看 现在他又恢复到 一个小时 能出一万个units 我先问你 这十万块钱 能不能自本化 不能自本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花的 这个十万块钱 只是维持了一个 他本来就应该有的 那个给你带来 经济利益流入的 那个水平 明白吗 就是他没有增加 你对未来 这个资产能 给你带来的 经济利益的流入 换句话说 就是你这个十万块钱 花出去了之后 没有额外的 增量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也就是他没有 形成一个新的固定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变方 只能是变成当机选入 利物当机选入 反过来讲 那如果你的后续性支出 导致一个 incremental economic benefits are considered increment and should be capitalized 那如果你的 这个后续性支出 属于一个增量的 就能给你带来 额外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那么是可以自本化的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我这个以前一小时一万 对吧 四年以后 现在一小时这个八千了 然后呢 我给他加了个配件上去 这个配件加得好 加上去之后 一小时生产 一万五千个units 那这十万块钱 能不能自本化 这十万块钱 就可以自本化 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还是这设备 用到第四年年末了 是吧 我呢 给他加了个配件上去 结果我发现说啊 从第四年年末 加这配件之后 还能再用三年 你看 他本来还能再用一年 但是我加这配件上去之后呢 他可以再用三年 你说我这十万块钱 能不能自本化 可以自本化 因为延长使用寿命 也可以带来 额外的经济利益的利物 这就是道理 你再比如说 那个什么酒店 是吧 比如说我出差 住那个什么汉庭 经济型酒店 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 有一家汉庭 他说啊 我们这汉庭啊 改造改造 这个花500万 改造 改造成什么 改造成四星级酒店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改造提升 所以你看 以前汉庭一晚上收多少钱 一晚上收 比如说 收300块钱 啊 住宿费 然后呢 改造什么 改造升级完之后 成了四星级酒店之后呢 一小 一晚上收多少钱 呃 收2000块钱 所以你看 像这种东西啊 这个什么200万 几百万 这就属于 后续性支出里边 能给我们带来 额外经济 利益流的这种支出 就可以 是的 好吧 然后如果你听懂了 我讲的这个道理呢 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啊 帮助大家理解 帮助大家应试 但是呢 人家考试不一定 就非得看见 我这几个词 帮大家理解啊 第一个 叫 intense 或者是 increase 或者是 improve improve 啊 就是增加提升 啊 增加提升什么呢 就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机器设备的capacity 或者比如说什么productivity 这都你们管理快捷 就到一头 对吧 就是我这钱花出去之后 可以增加或者提升 我这个什么设备的产能 产量啊 再比如说 我这个钱花出去啊 延长了使用寿命 extend 这个useful life 啊 那也是可以追加资本化的 也是可以追加资本化的 好吧 我们这些课呢 先到这 我们截止到这 就把我们初始计量里边的 这些知识点都讲完了 好吧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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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